Hello,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簡單的日式料理 就是親子煮飯 這個菜式, 材料都非常非常簡單 好了, 現在開始煮了 家裏就不會有味淋的了 我用廣東味淋, 即是白酒 用白酒做的飯更加香, 大家知不知 做法簡單好吃 好了, 首先切些材料 蔥頭的部分是煮雞 蔥尾切蔥花 蔥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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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蔥 蔥 蔥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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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斷筋 等待煮的時候比較容易入味 而且可以平均熟 煮這個菜式的做法 有些人會煎 有些人不會煎 我自己覺得煎香一定會比較好吃 好了,雞肉切粒 首先切一條條 在家裡煮菜切東西慢慢切 不用心急 接著,90度轉過來 切雞粒 大小粒因你自己所好 但不要切太小粒 好,雞肉切好了 接著大家都看到三隻蛋 蛋發十下就可以了 不要太散 水半杯 豉油 豉油 一湯匙 白酒 一湯匙 糖 兩茶匙 然後拌勻 像不像方太 現在在家裡煮菜 說這些 無緣無故會想起方太 好,先把鑊鑊放在一起 好,首先這隻鑊夠熱 好,首先這隻鑊夠熱 放油 放油 油都夠熱 然後調回中小火 慢慢放雞肉下去 再煎香 首先用筷子推一推 不要讓它黏住 然後再慢慢煎香 先把鑊黃色 放一放它 再煎香 再煎香 然後再煎香 先把鑊鑊放在一起 再煎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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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煎到進去有點顏色就可以了 雞出八成熟就可以了 關火 然後先倒氣 等一隻鍋不用洗 等一會要煎香的雞味 這樣做出來就惹味 調好的汁水 開中火混起 然後轉小火 洋蔥 青蔥頭 煮軟就行了 好了 差不多了 加上雞 加上雞 然後用小火 蓋上蓋煮一分鐘 好了 揭開蓋 看看先 OK 再煮多一分鐘左右 好 剛剛的雞蛋呢 不要發太均勻 等它有兩種顏色 這樣 好了 慢慢放些雞蛋 下去 然後用小火 煮到蛋油 煮到小小硬就行了 大約七成熟 左右 OK 差不多了 關火 完成 有煎香的親子井飯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菜式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